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才跟她的对答 耳朵也好 然后口才也好 然后这个非常的聪明 而且活动很自如很健康 107岁自己洗澡自己做家 其实家里人上市的不得了 可是呢就是活动活动 那就是让她活动 那北北以前我看这个资料以前是职业军人 保家为母的职业军人 台湾能够安全 那现在在这边 就是北北打下来的天下 保家为国 用她的一生来奉献国家保护人民 那这个北北呢 她现在她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有 我看这个资料很有生活纪律的 早睡早起身体好 然后就是重视生活的规矩 很重视生活规矩 而且听说饮食清淡 饮食清淡 不会什么大鱼大肉啊 吃得很清淡 然后也偶尔会小酌一点点 吃得很清淡 也会把58度的高粱 58度的高粱 那长辈能够有这么健康 这么快乐 是我们台中市之福 不只是她家里之福 子女孝顺 让这个长辈们能够健康快乐 不只是子女孝顺 家庭的幸福 也是我们里长的幸福 我是不是同吃啊 什么包吃 什么都吃 从一切的话 你从你鬼别翻译一下 大米同可以啊 大米都可以 大米都可以 大米大米都可以 有些重要的还要喝58的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要送她酒的都可以 送酒的话不限 都欢迎 欢迎 那那个 北北喜欢喝白酒 我知道 那什么酒都可以了 市长个人 除了我今天给你送宏八一万 个人在送你 一批民国81年 82年 我全的高粱给你 我再请这个离港